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在过去或者说在海外 在日本 其实也有人就怀疑去源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当然这个有争论 但不管怎么样 即使是有争论的话 也不影响我们这个去源这个作品的存在 我们这个基本上它的作品的存在我们是可以认可的 而我们对这些作品的阅读理解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去源这个人物的这个理解 这个关系上边的 这个其实也可以讲有一点这个循环的问题 好像你严格的讲起来觉得有点循环 那事实上这个文学就是这样的 一个作品它当然是有一个作者 或者说即使这个作者是一个人也好 是一群人也好 是归属于这个 是别人做了以后归到一个人名下也好 我们都假设这个作品是有一个作者 这个所谓的作者和真实的作者 可以是完全是仅一合一的 是同一的 那后代的情况比较清楚 人家也说到过比如说像陆游 你要了解他的审人诗 你必须了解这个人 审人诗那个动人 起码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对我来讲我觉得动人 打动我的就是觉得很了不起 他40年以后还记得他20岁时候的 情人或者痴子 这个很了不起 这个很大一部分就打动我 那么这个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关系 就是作品和这个诗是有关系的 但是有的情况下这个作品和诗的 作品和诗或者一个文人和一个作品的关系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对于这个文人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太多的东西 我们了解这个人就通过他文字 所以这个文字的力量 其实有的时候就在这里 文字可以塑造一个形象 文字也可以包裹一段记忆 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笨拙的 不太会夸人 不太会夸人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回头想 我印象很深我夸人的 就是说这个赞扬人的这个话 里面有一次就是这么说的 是我那个时候到美国去 在哈佛访学 然后我当时去平顺演讲 那次也见到了很多 包括语音时代都见到 然后遇到了这个叫黄敬兴 是个历史学家 原来是哈佛毕业的 现在是台湾那个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 研究所的那个所长 那个就是就说起来 说起来以后 因为我当时到哈佛只有一个多月 所以我是十月份去平顺 这个我是夏天去 大概十月初去平顺 然后去演讲 然后碰到以后 黄敬兴教授就问我 他说你到了哈佛 你印象如何 感觉如何 我就这个一个话 讲的我觉得现在讲的还是很 我就说我的哈佛印象 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对哈佛所有的感觉 现在还是你的感觉 还是你这个 这个就是黄天宁的感觉 我的还要 自己的感觉还要慢慢的建立起来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书 叫做这个哈佛索记吧 你们知道吗 写得非常好 但他那个书的名字呢 作者呢 其实并不是他 吕永惠 并不是他本人 但大家都知道都是他写的 有点就是说 那个地方 其实你 我们 你现在回头去想 我们对很多地方的记忆 或者对这个地方的感觉 其实不是一个 怎么讲 其实他都 就像我们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理解 其实都不是一个白板状态 都是在一个这个 认识的一个基础之上 都是在前人的认识的基础上 或者前人感觉 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认识 所以那个文学的 文学其实对一个地方的这种印象 我们对 比如说我们想起来 印象一下上海 有什么感觉 那你其实根本不是 其实我不知道 你现在问我上海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其实我没有办法 跟你们聊出上海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就想一想 老上海 前些年很怀疚 一下老上海 那个上海是 很大程度上是被文学 被很多的艺术 被很多图像 被那些歌曲 被它重新包裹起来的印象 很多实际上是这样的 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其实 那个时候有无数的上海 你又不要忘记 有那个当时那个所谓三十年代那种 小资回忆 小资情调回忆当中的那个上海 所谓充满现代性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色彩的上海 那你也要记得 那时候夏元写的包生公 对不对 那个包生公的上海也是上海 对吧 你现在看这个 有打工的上海 有当然也有 纸醉经营的上海 就平常上海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层面 比如说一个地方 一个形态 上海就是一个附属的 附属的 真实的形态 那其实很难把握 你想到巴黎 你想到任何一个地方 实际上它都是有很多 那个 你文化当中给它那个定位 给它那个形象 其实都是被这个 被文字 很大程度上 过去嘛 就是文学 就是文字包裹起来的 现在可能还有图像 还有声音这些方面 包裹起来的 所以像这个 屈原这个作品 其实我们怎么来看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有些人要 重建屈原这个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他的试制 当然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也可以尊重这样的一种努力 但是在文学上来看的话 其实屈原这个人和 储词里面很多作品是合而文艺的 就是储词的这些作品 包括黎超这样的作品 九哥这样的作品 包括九张的文化作品 把屈原这个人重新塑造起来 塑造了屈原这样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是不是一个历史当中 真实的形象 说老话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很大的成长 我们是这个文学是重新续造 一种 这个 一种形象 重新叙述一个事情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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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方式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在古典时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其实有些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之后会讲到陶渊民 陶渊民 陶渊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其实现在所谈 陶渊民的所有陶渊民的东西 其实都是他自己在 他断铲息 是他自己铲息出来的 当然也包括后人铲息 他自己一直在说 你看他那文章 每天在诗里面 他都会讲 他说我为什么要隐居 我为什么要退出这个观察 这个因为是要 遵从我自己的个性 遵从我自己的 这个本性的生活 我选择了这样一条生活道路 然后我在这个天然当往生活 是非常有乐趣的 能够实现我自己的这个理想的 能够完全和我自己的本性吻合的 他现在在不断说明这个事情 他做了这个选择 然后对他这个选择 不断在解释 所以很多事情 对一个地方的记忆也好 对一个人的了解也好 很大程度上文学 是有一个重新塑造 或者重新包裹的 这样一个过程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因为争论非常之多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就是对于屈原这样的人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 有没有必要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一定要把它 完全像一个历史人物一样 考察得那么清楚 其实从文学上来讲 其实文字和他 文字所塑造的形象 和这个人 如果真实存在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这个真实的人到底是怎么样 实在 但是他作为一个被文字重新塑造的人物 这个形象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们上次提到的屈原这个人 关于这个人当然是有争论 提到了他那些作品 他的作品大概有 过去最早是所谓有25篇 在汉书英文字里讲有25篇 但这25篇实际上是有争论的 我上次提到 《史记》里面最早提到 明确提到屈原的大概是5篇作品 就是这个《离梢天问》《招魂》 《哀影》和《怀沙》 设计到说 读了这个5篇作品 是马前很有感慨 但实际上招魂这篇作品 后代的主持的编辑者 王毅就说 这个不是宋玉的作品 并不是屈原的 所以有很多的争论 就是我们文学史的前面这一段 有很多的基本事实 可能都是有争论 但是我想就是 你们作为学生来讲很困惑 很多学者研究这个也会有困惑 但是我想你换一个角度 去来理解的话 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角度去理解 那么上次提到 大概有这样的一些作品 就是除去那些 大家可能有怀疑的 在《汉书一文字》里 虽然列出来 比如说像《远游》 像《渔富》 像《补鞠》 这样的作品 后代有比较多的怀疑 大致像这些作品 我上次已经讲到这里 大致这些作品 是可以讲是 大家认为是屈原作的 但实际上也不是没有疑问 我相信还可以再说 那么这里边 我基本上觉得 大概可以分成这么 三种类型 一个是《九歌》 显然是可以作为一组来看的 《天问》 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 《天问》这个作品 如果你们去读的话 我想它主要 它基本是四言为主 如果你们了解的话 去看一下就可以知道 它提了大概 一百七十多个问题 一百七十多个问题 很长 全是提问式的 那么据说是 据后来的解释 比如朱熙的解释 就是说它是什么呢 被流放当中 跑到楚国先前的宗庙里 看到很多壁画 然后就发了很多感慨 当然它也有心情的郁闷 然后就发了很多感慨 提了很多问题 那这些问题是关于最早 这个人类的产生 这个世界的开始 谈这些东西 然后当然也谈到历史 也谈到这些很多神话的问题 就很多 这个在我想觉得可以说 如果这是真实屈原作的话 可以看出屈原这个人的学识 可以看出他的学问 非常地广播 也可以讲是古代文化 或者古代神话 这些古代文化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这个作品是比较特殊的 单独这一篇 是一个非常奇异的一篇文字 其他呢 大概九哥和 黎梢和九章 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那黎梢和九章呢 基本上是围绕屈原这个人 就是说我们今天了解屈原这个人 大部分是通过 黎梢和九章这个作品 除了这个司马迁为他做的转之外 就是通过这个作品 来对他的一个了解 对他的了解 因为黎梢可以讲他是 我们下面说 基本上可以是 如果假设是屈原的话 那就是屈原对自己的精神历程的一个叙述 精神历程的一个叙述 那么九章呢 实际上是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 在他一生不同的阶段 他写下了一些作品 所以这个两者配合起来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屈原这个人 或者说作为一个文学形象 或者作为一个诗歌主人公 书庆主人公的这样一个屈原 他的一些情况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九歌 九歌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 九歌这个名字呢 最早呢 据说是这个夏商周夏的这个乐曲的名字 夏的这个乐曲的名字 是非常之久远的 那么后代的产识者呢 从王毅一直到朱熹呢 都认为这个是对当地 这个民歌 民间的这个 处地民歌 修改以后的一个结果 修改以后的结果 那么现代的很多研究呢 就这里篇幕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这样一个篇幕 对这个讨论也非常之多 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东皇太一呢 大概是排列顺序是这样 东皇太一呢 应该是这个至高的这个主神 是主神 这个云中君 这个当然是云神 这个湘君湘夫人 湘君湘夫人当然是湘水的这个神 因为这是原湘云中 那这个呢 也就有开始就有争论 就是湘君湘夫人到底是什么 那个有的时候认为湘君和湘夫人 是这个配偶神 是一男一女的 有你们看不同的著本 有的就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 有的说呢 这个湘君湘夫人不是的 湘君湘夫人就是这个什么 是俄皇和女婴 两个都是女的 都是女的 那么是这样解释 然后大司命和少司命 大司命呢 这个司命呢 他是主管人生死的 这个少司命呢 据说讲是主管这个子侍的 就是这个主管子侍的 就是后代生养后代的 东君呢 有的说就是太阳神 有的说太阳神 何博大家知道 没有问题 三鬼 三鬼呢 就是当然你们去读了 就知道是一个女鬼 女鬼 那是个什么呢 有的人说 比如像郭沫二先生就说 这个三鬼写的就是乌山神女 乌山神女 那个然后就是国商 国商大家可能读过 最后是个礼魂 礼魂是一个很短的 大家基本上认为 这个礼魂是一个很短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如果是作为整个 这个一个一个宗教的活动的话 最后的一个 一个一段乐曲 宋神曲 有的讲宋神曲 所以整体来讲呢 是一组 这个里面呢 可以讲有神有鬼 有这个 这上面当然是神 这里鬼已经出来了 是三鬼 已经有这个鬼了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有真的 所以把握这个九哥呢 大概有几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一个呢 你当然要看到它的宗教的关系 它跟宗教祭祀的这个关系 宗教祭祀的关系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是也有争论 就两种 一种呢 就认为是这个民间的 民间的祭祀 那个从王毅以下呢 很多都有这样一种见解 有见解 认为是民间的祭祀 那么 但是如果你要讲民间祭祀呢 也有问题 也有问题 问题在什么呢 后代有些人说 一种是认为是民间的 一种认为呢 不是的 是一种 是一种国家祭祀 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国家祭祀 为什么会是国家祭祀呢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 复旦的老先生 那个陈子展 陈子展先生 他写过这个诗经则解 也写过楚诗之解 那楚诗解题里面就特别讲 他说这个 这一部分是什么 是屈原这个 到史记那个 屈原贾生列传里面讲 这个屈原啊 当时为楚怀王 所一段时间为楚怀王 所重用 很多事情都交给他 外交啊 内政啊 都交给他 然后呢 他当时炒线 就是实际上跟国家 这个整个的一个建设 这个有关的 所以整个九哥 实际上是 他这个草线的一个部分 这个 那个这个是讲的 提的非常之高了 非常之高了 所以有这个国家 为什么从文本上来看 为什么有国家 他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和博 因为如果民间制止的话 大家知道 他都是有地方性的 他不太会 不太会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会去其事 比如说和博 你为什么要去制 楚地 楚地当然后来有人解释说 楚越来越发展 到了往北发展 进入黄河流域 江汉进入黄河流域 但是民间一般来说 在历史上记载说 楚国的国王 是有祭司和博的 那一般民间 他恐怕是 不会去祭司 那比如说还有国商 国商 国商是祭司那些 大家我们看体现什么 我不知道 以前你们中学读的时候 可能是爱国主义精神 什么 这个英勇的将士 如何如何 那国商这些是为国捐躯的 简单讲 就是为国捐躯的 为国捐躯的 那这种你从他那个口 而且你读那个国商 也有一种解释说 你读他祭司对象是什么 实际上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 它里面有袁玉府 就是说那个祭谷的人 那祭谷的是什么 那实际上这个是什么 他讲的是 国商是祭司那些大将军的 是相对来讲是那些军队当中的领导者 领袖人物 所以这个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民间怎么会祭司这个 一般不太会 对吧 打了一次仗以后 这个如果不管胜利和死亡 他会举行一次 但是他这个国商 这样这种祭司自己 为国捐躯的这些军事 军事将领或者军事人物 重要的人物 他基本上怎么讲 就是为什么民间会祭司 所以有很多是说不太通的 有些东西说不太通 你如果祭司 当然比如大司令 少司令 这些东西什么云神 这种东西还可以想象 那整体来讲 所以有的人认为 不是 这个是一种国家的仪式 这两种意见 也是各有争执的 所以你们如果去看 不同的对于处辞的讨论 或者不同的处辞的著本 都会有很多不同 他站在不同的地场上 都会有不同的说法 我这里就给大家简单提一下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 它跟宗教祭司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民间还是国家 基本上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 认为九哥 实际上是跟宗教祭司相关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实际上非常重要一点 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因为作为祭祀仪式 它是一整套仪式 这个之间配合起来 有没有戏剧性 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过去 中国的戏剧 据说讲成熟很晚 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从王国威仙的意见来讲 真正成型 他写宋元戏剧考 他认为其实都是在唐宋以后 他甚至唐代也不认为 有完整形态的戏剧 跟小说一样 我开讲的时候 我导演的时候也提过 像这些提问题的方式 我觉得恐怕都有问题 我这个不是说 但是确实有人从很多人 从戏剧的角度去考虑 作为一个制式 一个完整的形式里面 有没有这个因素 比如说文一多先生很有名 他就有一系列的文章 讨论九哥 好几篇文章讨论九哥 他就提到 比如说东皇太一 他就说这个是一个迎神曲 这个礼魂最后就是一个宋神曲 然后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下来 底下这个云中军什么神 然后他认为这个东军 东军因为系太阳神 他说这个位置不对 东军应该放到云神前面 云中军前边去 就逐步逐步从这个太阳神到云神 到这个乡军乡 然后邵师明这样子下来 他是一套最后到这个国殇 然后最后送神 他认为是一个从神到民间到英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套的一个宗教制式的仪式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所以这个是注意到和市区的这个关系 注意到和市区的关系 所以这些呢实际上是 所以一个是要注意这个 我讲的季式的问题 他整个的这个季式离世 当然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戏局 他有没有一个戏局的构架 戏局的构架 这些实际上都是 都是关心的 还有一个要说的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你知道 这个基本上你要注意他的那个音乐性 要注意他的音乐性 九歌九歌都是能歌的 那我下面还会再提到 都是能唱的 那个如果他真的是一种祭祀的仪式 真的是一种戏剧 类似于有这种戏剧的 这种表演性的一套 这个表演的话 那么实际上他可能有舞蹈 有动作 有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是这个词 对吧 那肯定是歌 还有歌 还有音乐 所以歌舞乐可能都有关系 所以音乐这一点是不能忘 就是它是歌 那一定要知道这个歌字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 就是诗歌诗歌 实际上我们现在概念当中的诗歌 根本不是歌 那就是诗 在古代的概念就是诗 诗是什么 诗是可以不合乐的 歌是一定要合乐的 所以过去如果过去 过去有讲叫歌诗 歌诗的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李赫 李长级歌诗 歌诗概念是什么 歌诗就是说 它那个是歌的 可以唱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呢 这个是诗 只是歌的那些歌词 歌的那些文字 只是这么一个概念在这里 所以它既然叫九歌 它绝对是可以歌的 而且九歌原来是说 传下来的那个 古的那个乐曲 当然它就是可歌的 所以这几个方面 大家可能总体来讲 需要把握 那么具体的作品 我想很难在这里来展开 我想因为有诗骚的课 你们有不少同学 可能都选了 也可以去讲解 因为有这些 我也就讲 对这些作品的理解 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不同 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就是说你到底是看在 站在哪一个立场上 来理解这个作品 那个解读会非常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很简单 你把湘君和湘夫人 如果看成一个配偶神 那么湘君和湘夫人 这两首诗 实际上这两首诗 写的就是相对的 都是写对方 湘君对湘夫人的感觉 湘夫人对湘君的 那个等待 期盼 相约 然后不能相见 那就是这样一种理解 那么如果你把它看成 两个鹅黄女婴 把它看成鹅黄女婴 都是两个女子的话 都是这个所谓 这个顺的两个妃子 如果都是看成两个女子的话 那么这个 他们共同的对象 实际上应该是指的这个顺 是那个地 是那个天地 而不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所以这样的解读 都会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你们找一个 不同的著本 它因为这种立场的不一样 理解的不同 都会有差异的 感谢观看